《蒙古帝国最后的大汉》 《蒙古帝太宗上天之天》 宇宙之玉皇转金伦法王 然而在他人眼中 穷恶之路 名神宗实路 皮肾 恶肾 穷肾 崇祯长边 彻吻蒙古大汉真名 二之金林丹巴图尔 通称林丹汉 在明末历史上 也算得上一个风云人物 他混到了什么地步呢 为了大明朝请许诺的 每年四千两百银的赏银 便答应和明朝结盟去对抗后金 协防广宁城 然后 此人自称 四十万蒙古之主巴图鲁钦基斯汉 给后金国大汉 水滨三万女真之主 奴尔哈士去信 说 广宁是自己从明朝那里 征收税赋之处 不许后金进败 否则 便要带着自己 回下那 四十 万铁席 吹口气的功夫 就把他小小的后金国踏平了 结果 被奴尔哈士回信狠狠打脸 我听说明军攻克元朝大都城时 活捉了蒙古部中四十万人 逃脚的只有六万人 而且 如今这六万部蒙古人中 厄尔多斯部 吐莫特部 阿索特永谢部的右一三万户 和你毫无关系 左一三万户 难道就都听你号令吗 你连三万人马都没有 也好意思在我面前大吹法罗 后金国大汉 奴尔哈士展开全文文 大都城被攻克时 四十万蒙古竟为名人所录 逃出者 仅六万人 且此六万蒙古 亦不尽属于尔也已 属厄尔多斯者一万 辅十二土墨特者一万 辅阿索特永谢部者一万 此又一三万之重 于尔不赦 乃自有注目之重也 其左一三万之重 又起尽属于尔也 三万之重尚且不足 仍仅七日之陈词 自许四十万 而清国人少 仅三万人 天地起步之乎 满文老荡 然而 明朝广宁 巡抚王化真 却并急乱投一道 荡真信了林丹汗的吹牛 可能是真信 他能有四十万大军来救援 还另外给他许诺了白银一万 两个奖地 结果 等到广宁之战开打后 林丹汗就带了一万蒙古军山山来持 用他的话说 另外两万蒙古军 因为大雪封路来不了了 此时王化真已经仓皇出逃 广宁失守 于是 林丹汗就自称 去帮助明军防守山海关 移兵西进 勒索了大笔白银财满载而归 这位林丹汗 一心要做名副七十的蒙古大汗 想重新统一蒙古各部 然而在蒙古人 已经普遍信奉皇教格鲁派的情况下 他却改宗皇教撒迦派 搞得四处受敌 他的兵马打到哪里 哪里的蒙古部族 就纷纷去投靠了圣经的后金政权 最后 在和后金战争中屡战屡败的林丹汗 在马匹不过四万 不重不过五万的窘境中 被后金大汉 皇太极 惠同各祥福蒙古部族 效聚了十万大军出兵征讨 后金大汉 后为清太宗皇帝 皇太极丢下大批布中 亡命吸吻一口气 跑到青海的林丹汗 染上了天花病疫而死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635年 他那儿子俄哲率领的残部 贝多尔滚率一万后金军包围 不得不屈膝投降 从公元1206年铁木真称成吉斯汗起 蒙古韩国经历了四百多年风云 前后三十五任大汉的统治 几经分离 衰落 中兴 瓦解 将于最大时 一度达到三千三百万平方公里 至此彻底灭亡 初代蒙古大汗铁木真曾有名言 人生至了 莫过于战胜敌人 追杀敌人 夺骑骏马乃至所有一切 将敌人的妻子女儿进来渔战中 见他们终日以泪熄灭 得到各蒙古不足推举 自称继承了蒙古大汗名号的黄太极 同样也是身体力行 而这句话 林丹汗的正妻那么终 被黄太极纳为妃妾 从蒙古韩国的囊囊太后 变成清国的林子公贵妃 此后还为黄太极生下一 子异女 林丹汗的侧是斯秦图福晋 投降后 改嫁给他的九部 属 债桑其他特车尔队为妻 林丹汗的侧是苏太 他继承人俄哲的生物 改嫁对黄太极的唐帝 继尔哈朗 从蒙古韩国的苏太太后 变成了清国的正亲王纪福晋 林丹汗的侧是巴德玛瑙 洞土门福晋 早在此前一年就离开了他 率领布中投降后今 变成了黄太极的眼庆公书妃 林丹汗的侧是额尔舌图 投降后 改嫁对黄太极的兄长阿巴泰 为其小妾 林丹汗的侧是台思纳 投降后 改嫁对黄太极的长子豪格 为其小妾 林丹汗的妹妹太松公主 投降后 改嫁对黄太极的兄长戴善 为其小妾 林丹汗还有一个侧是乌云纳 乱军之中 被莫为某部落录去 从此不知所踪 林丹汗的儿子格折 投降后被封为亲国的查哈二亲王 六年后育育而肿 林丹汗的次子阿布奈 也是他的一父子 在母亲被皇太 基督进后宫的童年出生 十六岁时正式继承 查哈二亲王之位 三十四岁时 被清朝康熙帝 已久不朝晋之岁 消息爵位 求于圣经 六年以后 阿布奈的两个儿子 布尔尼和罗布藏 乘着三藩之乱 率领查哈尔不起兵返清 义与救回父亲 临拜后 父子三人皆被满清处死 清军统帅土海在出兵时为古武士气 还专门宣布 查哈尔布什蒙古旧汉庭所在 数百年来 所积蓄诸遇货宝不可圣计 众将士如能获取之 可富贵中身也 查哈尔布民的遭遇 可想而知 林丹汗的子孙 以及蒙古韩国的正统汉庭 至此被斩尽杀绝 满清帝国倡导的满猛一家 从此也彻底高瞻无忧的 再回看林丹汗生前那些炫目的称号 把成吉斯 铁木针 太宗窝阔台 薛禅 忽必烈 忽图克图达 他严汉这些英雄祖先的名号 天天挂在嘴边 又是什么神中之神 什么上天之 天 什么战无不胜 什么无比伟大 什么宇宙之玉皇 什么转金伦法王 各色形容词 不要前递往自己脸上去贴金 像不像欧洲那些国王 和老牌贵族的做牌 然而这些名号 能改变他兵败落魄 国灭身死 妻而尽为人陈鲁 子孙被斩尽杀绝的结局吗 正因为历史长和中长达三千余年 中华文明皆是当时人类最高度发达的文明 物产丰盛 一是精美 文华丰物 地灵人节 颜绵千载 灿烂辉煌 遥溢唐生雄万邦之盛事 那时的日耳漫漫子可为惊海道 还在如同野人一般如毛隐喻 近几百年来 欧洲人呈着近代化和工业化的大潮 才算是真正扩起了来 也因此拼凑了一堆的贵族礼仪 身世丰度 嘉辉文章 更将他们蛮荒时期的那些荒村野语 一一美化 通过现代化传为 在世界各地区文化输出 竟然也哄得不少人现以为真 肃然其境 殊不知这些早都是中华文明 几千年前就摒弃不要的糟粕 也只有林丹寒这种蛮以不足的大傻子 会捡回来自娱自乐 叫真来说 在我黄黄中华的诸子典籍 诗词文章 李戴冠常面前 不过是幕侯而冠 自取其辱罢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的编辑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